剛剛提到說有人有質疑說 市長的公營住宅只有4500戶 為什麼這邊就放了1500戶 覺得好像比重過重的這個部分 可能發言局這邊要做一個澄清 剛剛我們那個簡報資料打出來的部分 是已經完工的公營住宅 那事實上呢 其實我們現在還在規劃的公營住宅 有非常多處 包含像已知的萬華的青年段 或者是松山的保青段 還有就是文山區的安康平宅 還有這個台北南港的台北新村的這個部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廣池這個基地 它是從容積210變成400 就是希望能夠擴充這個公營住宅的這個存量 這個不是市政府第一次 辦理這個對峙化變更 住宅區域提高它的容積率 來增加公營住宅的存量 我們針對這個第一個辦理的案子 是在大安區的這個 是文山區的這個安康平宅 那它的基地是有3.53公頃 它本來是駐山是225的容積率 那我們也是透過對峙化變更把它提高到450%的容積率 所以安康平宅它的這個供營住宅存量呢 是有3300多公頃 這是這個其實是量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是南港的台肥的新村 南港台肥新村的部分呢 它的基地是0.83公頃 那一樣它也是透過對峙化變更 把它從225的容積率提高到450% 那它增加了這個公營住宅的這個部分的供給大概是有800多戶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這個其他的這個松山的這個保清段 還有這個這個萬華的這個青年的這個這個青年段的部分 其實我們台北市目前努力增加公寓住宅的部分呢 不是只有四五千戶 其實我們是以長期目標要達到四五萬戶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先跟各位在場的相信做一個報告 那還有人提到說 難道說空總不能蓋嗎 事實上其實我們沒有放棄 空總目前還在做長期規劃 它是國發會在做主政的 所以如果未來回饋的土地 它適宜 然後也有足夠的這個空間來蓋這個公營住宅的時候 我們市府也會來評估在這個地方做爭取 那另外再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所有精華的地區 事實上其實市政府現在的政策跟態度是 只要是公有土地 交通便利的地區 我們都希望能夠增加公營住宅這樣子的供給 所以在中生建議堂附近的這個華光社區 華光社區國有財產署 回饋給市政府的這個土地呢 我們也計畫作為公營住宅的這個儲備基地 也當然也不排除了其他的這個市政的資料 可以在這裡頭去做負荷使用 然後當然有提到說 這位先生有質疑說 會不會這個以後 究竟變成市府的員工宿舍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鄭重跟各位做一個澄清 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公營住宅的 他的入住的對象 他是有資格的限制 而且他是最後 他是又公開抽籤的 所以呢 我們市政府的員工呢 如果他符合資格 他也是跟一般的台北市民一樣 必須要去抽籤的 所以並沒有市府員工優先入住 那絕對不會變成是市府聯工的這個宿舍這個部分 可能要做說明 然後還有就是有先生有質疑到說 好像市政府為什麼要有這個商業區的土地 商業區的土地放在市政府的手上 好像比較浪費 所以應該要把它分配給這個這個私人的建鍋的部分 我跟各位報告 在95年規劃的時候 一個是因為我們這個地區需要地區的服務性的這個商業空間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因為市政府的這個的這個 市庫其實也是需要來籌措財源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能夠藉由商業區的開發 一則達到服務裡面的這個功能 二則能夠就是籌措財源 然後不管是我們用來興建公營住宅 或者是其他的市政建設 在在都是需要經費的 所以才會有這一個商業區的一個化設 然後 你也要有價值替我們爭取啦 今天的會議沒有成績 我們這邊後面請你側 我們到市政府抗議談不下 另外在福德街的這個部分的這個 大家要有價值啦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是可以容許商業使用 就是一般的這個住宅區 他的低樓層 就是還有林街的路寬條件夠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可以不條件來做這個商業使用 以上歡迎主先做一個報告 有關公營住宅政策 或者是剛剛提議的一些短中長期計畫 我們同意這邊是不是還有點補充 這住宅企劃科的補充 等一下 各位民眾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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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民眾大家好 那我初步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 是的